王叔是哪一年出生的 50年 在哪个区 在这个渣北区 青云路 老家就在这里 哎 我到广州的时候是八几年 80年代初 80年 刚一开始就是下海那个时候 对对对 自己下海了 自己下海做生意 以前我也上班 喝水自己下海了 我看这个工作不满意 这么多钱 在广州待了多长时间 20多年 那挺长的 啊 做什么生意呢 那就是跑这个大坝 旅游大坝 自己承包旅游大坝 旅游车嘛 广州到海南的 到山亚的 做这个 做旅游行业 对 旅游行业 自己的车你也会开 对 后来那就不行 后来就慢慢年 年龄也大了 做体力活也做不动了 那20年 您在广州应该发展的不错 应该说是可以 但是家庭条件的关系 家里 您在广州成家了是吧 没有成家 我就从来没成过家 你20年在广州 那个时候做生意做老板 就是做老板我都不成家 为什么呢 我觉得没有意思啊 自己做做生意 挣点钱 家里条件也不好 以前的家里条件也不好 您在广州做生意 这条件好了呀 那以前条件不好 家里人家里穷 家里的底子穷 那您这20年 挣了这么多钱 都补贴家里了还是怎样 那都要花完了嘛 自己花 也补贴家里是吧 对 您在广州买房了吗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连手机都没有 不要说买房 那时候我就在广州 打零工打了多么 我打零工 我们都打了十几年了 是先打零工 对 后面再开始打车 对 那后来您这个旅游怎么不做了呢 不做了吗 因为是倒闭了 旅游人太多了 竞争激烈 对 坐车的人太多 没有人坐车 对吧 挣不到钱了 把车也卖了 火车也通了 公共交通便利了 对对对 就您的行业没有优势了 对的 你说对的 这个旅游产业不做以后呢 后面我就做零工吧 还是打零工 嗯 慢点喝啊 有点烫 烫得太好 我这个在西安待了几十年 八十年代去了广州 两千年以后 您离开广州了 对 在西安 你去西安打工了 对了 您为什么不选择回上海呢 我就没想到要回上海 您的家在上海呀 家在上海 上海没房子的嘛 上海家里那时候啊 有兄弟 兄妹 父母年龄都大了 您兄弟姐妹几个啊 我兄弟姐妹 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不多呀 父母 父母年龄都大了 您的老房子多少平方当时啊 当时我的平方应该是我爸的平方 也有七八十个平方 那还可以啊 应该说就在这里穿一路 一个条件应该是可以的 没办法 家里穷 本身弟子 底子不富 不富 不富裕是吧 本身家里是穷 您去西安做了什么工作呢 也是打零工 做了多长时间在那边 在西安做了 那边也有十来年了 盖这个房盖这个房 就是盖这个房 盖民房 帮别人建房子 对对对 建筑活 对对对搞建筑活 这十年的话 那是我身体好一点嘛 这十年应该攒下一些积蓄吧 那么反正也不多 一天反正一百来块钱 一百多两百来块钱 你还吃呢 对吧 也挣不着钱 吃过用过 年纪轻嘛 爱抽烟 爱晚 懂吗 所以这个道理 把钱录不下来 这些录不下来 是 你从西安回来 就是现在一个状况了 是吧 嗯 西安的时候 您是住在哪里呢 西安住在外面 西安也是流浪 流浪在哪里 我们西安 有个棕楼 古墓 那个地方就是 有浪人多一点 懂吗 您不是在西安打建筑工吗 打建筑工就是 有时候有有时没有 没有一定的 断断续续的 对对对 他今天有那要教你了 没有了就没办法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您在西安 就是生活很困难的时候 也没想过回上海 我想都过回上海 但是我知道回上海 没有 没钱 广州 你父母 你兄弟姐妹不在这吗 兄弟姐妹们年龄也大了 兄弟姐妹本身就没 也没条件好 也就是上上班 父母年龄也大了 我父母都也要 七八十岁了 广州在这里 您在西安的时候 和您父母联系过吗 联系过 他们怎么说呢 我回 十年以前 我回过上海 回过一回 也就是说 他说 您在哪里 我说 我现在在西安 对不对 我父母联系说 你挣进钱 不要胡话 家里条件 本身就不好了 兄弟姐妹也多 对吧 我说 对对对 后来就一直没回来过 多少年 一直就没回来过 这一次回来是为什么呢 这个会是疫情 把我送过来了 西安那边在排查的时候 疫情 对 找到您了 把所有的疫情 全部收起来了 全部集中在一起 这样把我弄到这里来了 我来的时候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您父母去世的时候 您在西安 西安 当时您接到这个消息了 这是派出的 今天才跟我说的 九二年时的 之前他们是找不到您 对 无法通知到您 对对对 知道我不知道在哪里 想通知我 没办法去说 您的户口是怎么回事呢 户口取消了